哈喽 大家好 我是沈凡仙 你们平常老婆过生日你们都送什么礼物 肯定是送花 送包包 要不然带出去吃大餐 我老丈人在我丈母娘过50岁生日的时候 送她一套房子 不得交钱的吗 不得交钱 钱子里的房子按收银 这个小区现在还在建 一边在建一边在卖 然后他们选的这个小区就挨着我们小区的 就跟我们住的近 有时候串门比较方便 我们现在买房这里手续都弄得差不多了 现在就是去物业那个地方 办理一下街房的那个手续 然后就可以把钥匙交给我们了 这个小区入住率现在不是太高 我有一个老表也是买到这里面的 然后还在装修 然后老丈人和丈母娘他们买的这一套 是装修好的 就直接可以入住 这个是个什么玩意的 喝水的啊 下面的10个用水机直接行进去 最开箱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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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把他们装修并工的那个还年轻化一些 嗯 这个房间有四个卧室 客厅饭厅是连着的在一起 然后那边是厨房 这个店是超大 这个店是比我们家那个还要大 当时我们买房子的时候都觉得已经够大了 这个电视还要大一些 而且它是镶嵌在电视墙里面的 看一下这边 这个是主卧室 采光还可以啊 这主卧采光好 它是对着那个中庭的 空调也装得有了 这个是一个侧卧 侧卧空调也装得有 可以休息吗 这里是厨房 108个平方 还没开电吗 没开电哈 没有 没擦电 嗯 现在都是一种大大冰箱了 子彤彤你房的好多 看一下吧 你们有谁有这么慷慨 老婆过生日直接送一套房 哈哈 六十万呢 六十万啊 六十万我得挣多少年 我认为八千一个月 我得挣多少年 六十万 不吃不喝 哈哈 这个房子呢 它装修呢就是 还是挺时髦的哈 然后很多的那种储物空间 然后设计呢可能也是 是专门的设计师给设计的吧 反正感觉还挺漂亮的 如果你是你自己装修的话 你可能装修不了这种风格 然后它这个是专门有设计的 设计的这种操型啊 这比较多的 好了本期视频呢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了 咱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 拜拜